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 九章一至六节 首先请聆听这段圣言 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 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 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 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 并治好病人 向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 也不要带棍杖 也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食物 也不要带银钱 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要离开那城 扶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发 周游各乡村 宣传习讯 到处治病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耶稣派遣门徒去传播福音 是耶稣招教门徒的目的 耶稣赐给门徒的能力和权柄 是来自耶稣身上的 他才是门徒 传播福音最强有力的原因 因为门徒们被派遣 并非是由自己做事说话 而是按照派遣他们的那一位 所指示的为标准 耶稣相信自己的门徒 并告诉他们 什么也不要带 也是希望门徒拥有 他一样的信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 耶稣要亲自 给门徒真实的安全感 和归属感 似乎可以感知到 耶稣的心在地狱 亲爱的孩子 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们要先寻求天主的国 耶稣怀着天国的梦 向这个世界散发着来自天父的能量 这能量 这能量就是他赋予门徒的各种能力和权柄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时 就要以基督为中心 不仅仅仅是学习 不仅仅是学习耶稣的行为 而是消失他 以他的教导为中心 并承行天父的旨意 他对我们每一位生活在不同境遇中的人 发出招叫 传播天国的福音 这种传播的使命 是我们与耶稣一起生活的结果 是相信耶稣后行动的原动力 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最终的期待 传播福音不受身份 地域和平复的限制 无论您是谁 在哪里 境况如何 请深深的记得 耶稣希望我们心无所累 自由积极 快乐幸福的 面对实践福音和传播福音中 所遇到的重重近况 相信耶稣 祂是我们的所有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